第3475集 关海楼有些讥讽地道 于子清 你也是越来越胆小了 对付几个外海人自己都不敢了 还要叫上我吗 于子清面对关海楼的嘲讽 倒是没有反驳 淡淡道 保险一些为好 你别小看这些外海 死在我手上的两名继承者 虽然败给了我 但多少还是有些本事的 关海楼文言 面线不屑之色 但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问道 先不说这些了 你说那宝藏在无灰岛之中 没有海基罗盘和震海石 我们怎么进入无灰岛啊 于子清文言 微微一笑道 因为血脉之中的束缚 地图继承者们 冥冥之中是会相互吸引的 那天我杀了那两名继承者后 突然冒出了想前往太明岛的想法 我就知道 肯定有继承者 会经过这太明岛 前往无灰岛了 想必他们已经做好了 进入无灰岛的准备了吧 我们在此守住带兔便是 就在此时 两人面前的海域之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影子 正朝着太明岛的方向 急速接近着 关海楼羽 于子清对视了一眼 面上都是浮现了一抹笑意 下一刻 于子清吹了一声口哨 海中便是有一头 庞然大雾冒出了头来 这庞然大雾 赫然是一头黑甲鳄鱼 鳄鱼本来是无法在海中生活的 这黑甲鳄鱼显然非同寻常 并且 这鳄鱼的实力亦是十分恐怖 赫然是一头 还真八层天妖兽 下一刻 两人身形一动 便踏上了这鳄鱼背上 这鳄鱼身形一动 竟是以丝毫不逊色于 那金色影子的速度 朝着前方游动而去 此刻 动力室内的叶晨 突然眉头一皱 朝着某个方向看去 神色隐隐有些沉宁了起来 洪顺天健壮 不由地问道 叶兄 怎么了 叶晨道 好像有麻烦来了 就在这时 洪顺天一时目光一闪 感应到了一道黑影 正急速朝着他们 接近而来 下一刻 航船停止 两人身形一动 便出现在甲板上 只见一头气息 狂暴的黑甲鳄鱼 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两人接近而来 叶晨双目一眯 凝视着鳄鱼背上的两名青年 这两人年纪不足两百岁 实力却是极其强大 最关键的是 在叶晨的感知中 这两人的气息 都是极为诡异 很可能 和自己一样 能够越即杀敌 洪顺天的面色 意识有些难看了起来 此刻 他背上的纹身 隐隐发烫 他的目光落在了 于子卿的身上 沉声道 叶晓 那阴柔青年 是继承者 此刻 关海楼与于子卿 身形一闪 已经落在了大船之上 这时 水晶华也来到了甲板上 看到关海楼二人 不禁瞳孔一缩 关海楼目光扫过众人 眼中的不屑之色 愈发浓郁了起来 最后 视线落在了洪顺天的身上 淡淡道 你们手中 拥有海极罗盘 与镇海石吧 现在交出来 本公子 可以让你们死得 轻松一点 在他看来 洪顺天是 这群人之中的首领 洪顺天眉头一皱 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叶晨 关海楼健壮 眼中闪过一抹 奇怪之色 这家伙 看那个乾坤镜的废物 做什么 随即他神色一沉道 小子 不知道回答吗 就在这时 叶晨看着两人淡淡道 现在 自己将背后的人皮地图 搁下来 我同样可以让你们 死得轻松一点 关海楼宇 与子星文言 目光 瞬间朝着叶晨 看了过去 他们的面色 同时一寒 可很快就 皱起了眉头 此刻 他们隐隐感觉到了 一丝怪异 为何面对自己 两人 这看起来实力明显 不如自己的三人 却似乎并不慌张 而且这乾坤镜的小子 竟然还敢挑衅他们 他们见过不知死活的人 可没见过这么不知死活的 不过不论这小子 到底怎么回事 以他们两人的骄傲 那是绝对无法忍受 用这种口气 威胁他们之人的 关海楼舔了舔嘴唇 面露一抹宁笑道 子清 你别出手 这小子归我了 本公子好久没虐杀过 这种蝼蚁了 倒是有些怀念那种感觉的 与子清点了点头 看着叶晨 露出了一个幸灾乐祸的笑容 关海楼 可是比他还喜欢折磨人的 关海楼浑身气息一盛 正准备出手之时 叶晨的身影 却是骤然一闪 从他的面前消失不见 关海楼微微一愣 随即其无者本能疯狂事情 面上那种挽固子弟的傲慢 瞬间消散一空 整个人的气质 都是凌厉了起来 身形猛的一扭 便朝着侧面闪去 与此同时 一只拳头从其背后 狠狠地轰出 这一拳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 恐怖的威势 可关海楼扫到那只拳头之时 却是不禁瞳孔一缩 以他的眼力 瞬间看出了这一拳之中 蕴含的力量有多么恐怖 叶晨面上 意识浮现了一抹异色 这一次他没有等待对手攻击 而是先打出手 为的就是趁着两人大意之时 出其不意 先解决掉一个 而且他选择的攻击方式 还是除了神魂攻击之外 几乎是速度最快的拳 纯肉身力量的一拳 但是即便是在对方 大意之时的偷袭一拳 竟然还被其闪过了 可见 此人的战斗本能 有多么的强大 红顺天现状 一时面露亚色 忽然他目光微闪 喃喃道 紫青 相貌阴柔 骤然间 红顺天面上 浮现了一抹惊悚之色 红顺天面色颇为难看的 看着于子青道 你是内海之人 协同于子青 于子青微微笑道 哦 你认识我 红顺天见对方承认 轰隆一声 浑身火焰缭绕 竟是毫不犹豫地 激发了赤黄血脉 而后 对着夜晨沉声道 夜兄 全力出手 这两个家伙 是来自内海的变态 很不好对付 内海 夜晨有些不解 不过他手腕一翻 已经握住了煞剑 做好了 全力出手的准备 能躲过自己 偷袭一拳的家伙 自然不会是什么 省油的灯 滚海楼看着夜晨 满面震撼之色道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为何 乾坤近会拥有如此实力呢 夜晨淡淡道 怪物 我不是蝼蚁吗 怎么 不想虐杀我了 他面色一寒道 那就让我虐杀你吧 下一刻 夜晨全力运转灵力 神通锦出低鹤道 月魂斩 一道若电光般的剑光 刹那间朝着观海楼 倾斜而去 观海楼剑壮 眼中杀鸡一胜 他猛地拔出了手中长剑 长剑之上 缭绕了两道法则之光 赫然是一柄法则神器 他浑身剑意汹涌 一时一剑斩出道 海天一剑 一道仿若能够贯穿海天的剑光 爆闪而出 朝着夜晨的剑光激荡而去 夜晨见状目中闪过一抹亚色道 半步法则 这观海楼 以还真净的修为 竟是同样拥有半步法则之力 夜晨双目微眯 看来这世界上的天才的确不少啊 观海楼却似乎比着夜晨更为震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全力一见 和对方竟然是平分秋色 与子轻笑道 海楼 现在你相信了吧 外海之人可没那么简单的 其话音一落 骤然一闪 却是朝着洪顺天扑了过去 手中一柄仿佛 封刺般的细剑连点而出 每一剑都是刁钻至极 奔着要害而去 洪顺天冷哼一声 赤红长剑连斩 剑芒飘忽不定之下 却是将于子轻的攻击完全抵挡了下来 双方在甲板之上对峙着 就在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所有人都准备再次出手之时 突然之间 一声咆哮响响彻了整片海域 同时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 自海底深处生腾而起 船上的众人面色都是微微一变 而那头看起来颇为强悍的黑甲鳄鱼 此刻竟是被吓得浑身僵硬 连动都不敢动了 一股极为澎湃的妖气 瞬间弥漫在了天地之间 滚滚海水疯狂地翻涌着 下一刻 一头极为庞大 宛若小山的海兽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看着那头海兽 船上众人的神色 都是瞬间的难看起来 这巨大海兽浑身白色鳞片 龙头归背 形似传说之中的灵兽玄武 最关键的是 这海兽赫然是一头 太真净的恐怖存在 那海兽一双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众人 猛的一张口 一阵无比恐怖的犀利涌起 竟是要将众人连同那只船只 直接吸入口中 一时间 这巨大的船只竟是以极快的速度 连同大量海水 朝着那巨兽的大口涌去 众人见状面色一变 这巨兽可能吞不下这艘大船 可吃掉它们却是绰绰有余 该死了 夜晨骂了一声 身形一闪 便是直接朝着动力室冲了过去 它深吸一口气 浑身距离 疯狂地运转 猛地抓住了船桨 奋力地滑动 在那澎湃的距离之下 航船终于停止了倒退 逆着那犀利向前驶去 可是此刻 那巨兽健壮 竟是身形一动 便朝着这航船追来 速度竟是比这艘快船的速度 要快上一分 那甲板上的众人健壮 对视了一眼 纷纷进入了洞里室内 一尘目光一尘 看向余子清与关海楼道 你们进来做什么 余子清双眼微眯道 眼下想要从这巨兽口中逃走 我们恐怕要暂时合作了 说吧 几人便是坐了下来 一起滑动着船桨 正好 听命的 后面